一位老奶奶在山里发现了金矿 她还来警察查证 警察刮了点砂石放在手上 说这是黄铁石 只是长得跟金字很像而已 下山后 警察立马打电话给同伙 让他们来山里一趟 很快 人员 机器全部到齐 探测员小心探测 众人神清紧张 没过一会儿 探测员瞪大双眼说 他从来没见过如此高含金量的矿石 这里简直就是一座金山 主人一听要发财 顿时兴奋不已 一个个脸上写满了贪婪的欲望 有的还打电话通知家里人 要把洗手间改造成金屋 就在所有人泄入狂欢之时 那位老奶奶站出来 眼神恶狠狠定着动人 指责警察欺骗了他 还说这座山是他死去的儿子的 你们一分钱都不先得到 说完就要下山去举报 眼镜男急匆匆走上前 劝老奶奶 人拉扯睁之间 探测一气突然响起 眼镜男被吓了一跳 转身时背包撞到了老奶奶 顺势把他推下了斜坡 老奶奶摔下山重伤昏迷 众人以为他死了 他松了口气 突然间奶奶睁开了双眼 大家发现他还活着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关键时刻警察说了一句话 为了毒吞金矿 他们决定将此事伪装成意外 队长亲手掐住老奶奶的脖子 老奶奶瞪着眼前 这火心肠歹毒的禽兽 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们杀人的这一幕 被暗处的一位白头发老大爷看见 大爷举起猎枪 准备营救老奶奶 但山林中却响起了一声呼喊 原来是奶奶的傻孙女上山寻人了 爷爷急忙找到孙女 示意他别出声 准备带他下山时 一伙人将他们包围 为了防止老人报警 他们没收了爷爷的手机 并抢走女孩的项链 双方起了争执 扭打在一起 孙女一时不慎擦枪走火 卷毛被射中后 弹出了几米远 当即死亡 众人都惊呆了 爷爷立马拽着孙女逃跑 一群人紧追其后 爷爷写下求读信 塞进女孩包里 让傻孙女去警局 找金班长的救命 望着孙女下山后 爷爷暴露行踪 引开了追兵 一伙人在丛林中 展开追击 爷爷躲进草丛中 听见对方说 要将他们三个目击者 杀人灭口 下一秒 警察就发现了 草丛中的爷爷 一枪把他打晕 还命令西装男 亲手了结了他 猎枪对准了 倒在地上的老人 他嘴唇一张一盒 似乎想交代最后的遗言 西装男心软 凑近一听 谁知老人 骂了他一句混蛋 一抬手就把他瞬间撂倒 抢过他的枪 准备去森林中 寻找其他敌人 这位老奶奶 在山里发现了一座金矿 可恶的人们为了独吞 竟将老奶奶 套上所有打活埋 为了消灭所有目击者 恶人们还要找到 另外逃跑的爷孙俩 杀掉他们 永绝后患 他们兵分多路 在树林中实施围捕 得过多久 就找到了傻孙女 恶人们开枪射击 击伤枪响后 关键时刻 一赶到杀掉其中一人 另一人则落荒而逃 爷孙俩抱在一起 为奶奶的死哭泣落泪 孙女说 项链被坏人们抢走了 那是死去的父亲留下的 爷一听 心里咯噔一声 大人一定为孙女抢回项链 树林中 此起彼伏的枪声 惊动了山下的警察 他们立即组织队伍 上山勘察 恶人们发现 又死了一名队友 深知此事越闹越大 有人怕死 想就此放弃 有人要钱 想继续追杀 就到他们处理队友尸体时 却在下坡处 发现了女孩的腰带 他们以为女孩就在附近 可转逆一想 却发现自己中计了 此时 老人已占领地形优势 身背子弹 手拿猎枪 居高临下 让他们交出项链 就此收手 恶人们站着人多 与老人发生枪战 从树林中 一路追击到河边 老人重弹复伤 对方想左右包抄老人 老人一枪 打中对方的大腿 另一人在包抄时 不设滑挡摔死 只是恶人有恶报 就这样 老人逃出了包围圈 人没抓到 队友却一个接一个死亡 有人心态崩了 想下山 可西装男却开枪 打死队友 他说现在都是 一根绳上的骂蟑 谁也得想逃 夜幕降临 也带着孙女 逃往大山深处 剩下的三个恶人 为了得到金矿 继续追杀 却没想到 贪婪正在吞噬他们的生命 一只手从地面冒出来 在这座人际罕至的深山中 有这样一个传说 天黑之后 活人必须下山 否则夜幕降临 会有一个留着白头发的老人 在树林中守恋 钻持老虎幼崽和活人 这三个恶人不信息 为了捕杀老人和女孩 在夜幕中深入树林 天空中下起了雨 老人负伤行动缓慢 很快就被恶人追上包围 双方发生枪战 老人为了保护孙女 在子弹用尽后 狠狠咬住恶人的脖子 露出护载的凶狠眼神 另外两个坏人举起枪 此时 练过弹拳道的孙女 从暗中窜出来 将两人尿倒 老人捡起对方的枪 射杀恶人 可惜被对方跑掉了 孙女手机昏迷过去 老人背着她 找到一处山洞 颇事安顿了她 另一边 警察上山后 在树林中陆续发现尸体 经调查 这些死者里 有社务长 有警察 有封高利贷的 还有公务员 为首的警察 原本不知道这些人 为何会聚在一起 直到发现山中 所谓的金矿 才恍然大悟 不过检测后 警方一致认定 这只是普通的矿体石 隔天 老人在瀑布边 找到了恶人 一枪放倒一个后 最后一个恶人 跳下瀑布 可一转身 老人却神不知 鬼不觉 从水底冒出来 恶人快被老人逼疯了 老人杀掉对方 抢回了项链 正当他身体虚弱 回到山洞时 一位警察 从背后把他敲晕 原来 他和最后一个 孙女闻声走出山洞 恶人用枪对准他 想想过后 孙女并没有死 恶人却口涂鲜血 原来是警察及时赶到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 孙女被救 可爷爷奶奶 却再也活不过来了 傻孙女成了孤苦无依的人 警察从包里 发现了爷爷的求助信 爷爷和他是老朋友 唯一的愿望就是 希望警察能善待 这个不幸的孩子 这样他才死而无憾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要为奶茶多多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